今天大家都很有默契 把黑色都穿对了 之前有一期节目 山本博斯留了一个尾巴 日本有三驾摩托 日本三驾摩托 Hiroshi Suki Modo Yumichi Saka Modo Yuji Yamamoto 我们就想说从建筑师 为什么钟爱黑色这个事儿聊开去 聊到山本药斯本人 穿黑色主要是因为懒 我们这行工作太繁重了 有这么一本书叫做 建筑师为什么喜欢穿黑色 书的作者就写给世界上最有名的建筑师写很多信 就说你们为什么喜欢穿黑色 不同的建筑师就有不同的回复 最有趣最打动我的一个 是说建筑师穿黑色 是因为他们每天都参与他方案的葬礼 但我觉得这不是穿黑色的原因 建筑师来说最重要的 我觉得可能是比较尊重对方 因为我们可能每一天都会要去做汇报 那如果你今天穿的非常的多彩 站到这个屏幕前面 首先你不够庄重 再一个就是你可能干扰人去看你的 要讲的内容 或者你要汇报的信息 我们这个行当 其实穿黑衣服的人也非常多 你比如说你进影棚 因为黑色是最不反光的嘛 而且你比如说在整个影棚 一个暗环境里面 模特比如说他聚焦在一个灯光下面 外部环境是黑的感觉会安全 但我们历史上还有一些趣事 就比如说我一任的包豪斯的院长 叫伊腾 那时候建筑师行业都还没开始 特别穿黑衣服 但他是特别爱穿黑衣服 荷兰有个建筑师 他就喜欢穿白衣服 这两个人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 就黑白对抗的 那个时候就开始有黑色的衣服 这个话题出来 近代其实建筑师开大会 你看那黑色真的是各显其能 大家很熟啊 我是摸过他的衣服的 那一年是正好啊 普利茨克奖 在迈阿密是平奖 好多大师 就普利茨克奖历史上活着的 至少有一大半都在那 我那时候年幼无知 后来随着知识的积累和认知的开阔 发现原来这个被我推开的人 也有普利茨克奖 彭皮杜艺术中心的设计师 我跟他合影 我就说我根本让一下 我跟大师搂着来一个 推过去的是谁 桑梅尔解构主义大师 普利茨克得主 推开了叫扎哈蒂 然后他路过我 等一下我要跟你合个影 他说好吧 然后我们一搂 我一摸着衣服 这里头有钢籃啊 他的衣服就是跟建筑一样的 他是有骨架的 他的衣服就是 悠吉Yamamoto做 还有一个人我得提一下 就我说的 Richard Rogers 高级派三杰 还有一个就是设计天幕里的 Renzo Piano 再一个设计中营大厦的 诺曼福斯特 这三人都不爱穿黑的 詹本耀斯 他在日本的时尚圈 跟他就网名合 三杰一声 并称为三架马 作为建筑师 你对他的了解是什么样 悠吉Yamamoto最早 我了解是Y3 其实Y3早就有了 Y32001年就有了 2007年才认知到说 哦 阿里达斯还有一个高端的线 再后来 其实对这人产生驱动去认知的原因是 你经常刷朋友圈和小红书 你会发现他老是教你做人的 动不动就语录啊 山本耀斯说过什么 差点就赶上鲁迅了 这人 研究大家发现 这人太有劲了 你是一个做fashion的人 但他的设计哲学是anti fashion 他是一个反时尚的人 他的内核很稳定 他不受这种时尚潮流的干扰 这个就跟我们很像 建筑他大概用50年 100年 甚至更长时间 我们要很稳定的输出 山本耀斯就是这样 我不care你巴黎时尚之后哪一个最受关注 我也不care我哪条支线卖的好还是不好 我就是要做我内心当中想要的这个结果 所以他不觉得自己是一个制造时尚的人 他说我是一个做衣服的 日本在巴黎站得住脚的早期的几个人 一个是山本耀斯 三宅医生 还有川九宝林 其实还有Kenzel 你是一个欧洲人的领敌 作为一个亚洲的设计 像把刀一样插在他那个土地上 当时就是时尚圈非常反对的 他们比喻日本的时尚设计师 像广岛原子弹那个影响 他们要把他赶出去 但他们这几人就靠自己的能力 立在最顶层的这个时尚圈里 他是一个寡妇的儿子 他出生在东京大爆炸开户 废墟里面出生 所以他其实六七岁的时候 一意识到生活是残酷的 后来他就考了一个日本特别有名的大学 学法律去了 他妈为了养活家里 专门跑到东京学了个裁缝 然后开了一个那种社区的裁缝店 等到他大学毕业 他就觉得这事不对 好像不是我想干的事 他就跟他妈说我要不来店里帮忙 他妈气死了 两周没踩他 后来他妈就跟他说 说你要是想要干这行 至少得先去学裁缝 再后来他第二个申请的学校很厉害 东京文化服装学院 亚洲最顶尖的 他去了这个学校 连得两奖 就最高的奖全摘下来 得到去法国留学的资格 再往后大家都知道 就到巴黎首秀就炸 他就完全是一股泥石流 就跟所有都不一样 就是黑的 非对称的剪裁 很混乱松散 他其实是想要营造一个 这个衣服能够把女性包裹在里面 保护女性 你觉得他的设计 为什么能在当时那个时代 一下子就爆发出来了 最重要的就是反潮流 那个时候剪裁都已经突破历史的瓶颈了 颜色面料都在蒸齐都眼睛 像Dotch Gabbana那种特别花哨的东西 那时候已经大家都麻了 突然来了一个这样的 就他办完首秀之后 就有很多买家来找他的office 他们那个办公楼的电梯 是被他们那个buyer给弄坏 就是太多了 他是不在乎这个销量 他只在乎怎么纯粹做衣服 所以导致后来金融危机前后 整个Yamamoto全线都崩掉了破产了 这人就是有很多直击 事物本质的视角和观点 是很打动人的 比如说他最黑色的认知 他说我更关注衣服的轮廓 他的动感情绪 以至于我忘记给他加颜色 其实反过来说 如果你这个东西真的是非常纯粹的话 你其实想去掉颜色 但他并不是所有都是黑色 他有很多丰富的颜色 这跟他的工作方式也很有关系 他就说我工作的时候 不喜欢听任何音乐 因为所有音乐都有情绪 可以理解他是颜色 他会干扰我 他会让我不够sensitive 他就那样一个老头儿 而且讲那个英语就很慢 就感觉是那种像黑泽民电影里面的人 拿一个刀在时尚的最巅峰 跟别人拼杀的那种 又有点差跡 又有点壮烈的那种状态 山本药斯他其实是一个先锋性的代表 他在理解先锋这个事的时候 他也有一句金句 你比这个时代如果抄前半步 你可以称之为先锋 但如果你比这个时代抄出两步 你就变得愚蠢 时尚是需要养分的 你如果快了两步 今年就没人买了 你今年这季没卖好 那你下一季的钱怎么来 建筑一样呢你就比如说 波兰克盖里刚出来的时候 快到一步 全是反对生意 波兰克盖里他原来是个老师 要借助的 把自家门口改造改造 那真就是破烂对在一起 然后邻居举报 你这什么玩意 担扰世荣 他是解构主义 他就问邻居 他说你看我这窗户也是窗户 我说屋顶也是屋顶 你的房子上用的材料 我都用了 这就是个房子 你凭什么举报我 再后来他就成大事了 什么迪士尼音乐厅啊 最早古文汉美术馆 地标建筑改变城市 弗兰格里 其实他就是领先于建筑观点 那时候大家可能还在 现代主义运动当中 没有缓过来的 以德克布希耶 米斯芬德尔 现代主义先锋为主的 现代主义运动 建筑都是方盒的 欧洲的那些古典主义建筑都没了 因为什么这些装饰 雕个石头雕三年 谁受得了 再后来人类不用缓过来了 你打完仗 经济又开始发展了 蓬勃了 赚钱了 赚了钱想啥呢 别做方盒子 太boring 有一个叫generic design 那时候专门有一个磁形 这种国际主义运动 再后来就后现代 虽然外也不算 再往前还有叫文秋里的 开始就反思了 其实后现代并不是一个风格 后现代就是现代主义之后 一直到今天 有很多这种快半步的人 这时候出来 我看到有好多论调 就在说我们现在这个时代 还在谈论山本耀斯 到底有没有意义 它的东西也是一直在重复自己 它从一个所谓的先锋 就比我们这个时代快了半步 好像它就是原地踏步了 但是另外的观点就是说 它在延续自己的同时 其实是在创造一种艺术上的永恒 当时当刻快半步 它就永远快半步 你看一个风格 或者看某一个设计节点 它一定是带入时代背景去看 包括大家做的摄影也好 大师布列松 关键性时刻 我现在索尼快门一按 每秒钟都是关键性时刻 一秒钟都拍几十张照片的 你现在也能拍出 就在那个水塘上跳过去那个人 你能说你快半步吗 你先去快你时代的半步 你别再提他了 那他那个时候是先锋 难道要为了先锋而放弃自己吗 所以自己其实更重要 我理解时尚的眼光 它有一个省视就是 你看你一直是这样 时髦这个东西是一种选择 但是并不是需要所有人的赞同 你是一个什么 你内心是什么样 你把适合你的 或者能够表达你的 穿在什么 这叫时尚 现在在看的一些大师 我们都是在试着揣摩他当时那种心态 就像你刚才说的 他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他是不是认为自己是一个先锋 他可能根本就没有这种观念 他只是像你讲的说 我在完成我自己的一个使命 外界和评论界给了他这样一个定义 不要追逐先锋 反正要把精力节省下来 专注的去做自己 追逐到后来就一场空 因为前几年大家追逐计算机设计 我们这边有一个东西叫Parametrical Design 就是用参数做设计 你拿计算机写一大堆代码 各种各样的数学公式 到后来他会计算出一个非常漂亮的 ZahaD那种 就是有数学美感的曲线 非常留意 全日夜都在学 我们真的是把那个Python 这个语言做了个插件 放在我们的建议软件里面 还有各种各样的复杂的 然后我就觉得interesting 如果你能用手画出一条曲线 你何必写那么复杂的代码 反正都没道理 你算那么多代码怎么着 我看到你的建筑我还能演算一遍 这世界上有很多事都是内卷化以后 你忘记了这个事情根本是什么样 大量的学生教育系统在推广 那现在这几年冷却了呀 因为这个东西大家都会了呀 不新鲜了 其实在你学的时候就已经不新鲜了 为什么? 第一个做出结果的人是最新鲜的 当你学的时候 你都已经看到这个成果了 是至少十年前的idea 我们建筑就有这么一个滞后性 甚至说有很多新的想法在50年前100年前就想好了 只是技术没有达到能够实现的程度 你去看一下篮球运动鞋的鞋底 你的建筑永远都做不过运动鞋的设计 看那个鞋底用了多少参数化设计 用了多少动态分析 人体工学 这些东西加在一起 还有工程学 比如气垫啊 缓震材料啊 这种实验室级别的东西 建筑永远达不到这种精度 所以说这个世界上建筑是最落后的技术 运载火箭都能自己降落了 有什么需要你去研究创新 你别创新 你就把全球看埋放控制一下 先锋并不是要去追寻的 先锋是寻找自己的过程中 得到一个完美的释放到你这个细分领域 你是最棒的 这个东西是不是跟meet journey 超过逻辑 就有点类似 AI就是你要写咒语 他就random的去理解你这个话 给你一些结果 参数化设计是很不一样 非常精确 就这个圆 直径是多少 宽多少 它在这个屏幕的哪个位置 它是写的非常清楚的 其实这个工具啊 它是很方便的 就比如说我现在有一个1000平方的建筑 我写了一串代码 这里面有380个房间 它有多少种组合方式啊 它给你算出1000种 1万种 然后你还能告诉他 怎么去筛选这1万个 比如说把流线最高效的 你给我筛选5个 他能够通过计算机 这种穷举式计算 拿出最好的分析结果 但是我要说回来 你费这个劲 写的这么复杂的代码 只能用一次 因为一个项目就一个嘛 每个地的形状不一样 法规什么都不一样 不可能重复用 也就是你看这专业就特别不节能嘛 人家写个代码写出一个抖音 写出个阿里巴巴 你写代码写出一个房 假装说不喜欢 你就得穿黑衣服了 最后提到山本耀斯 他其实也是一个有多重身份的艺术家 他是个音乐人 他曾经参加过满本龙衣的一个演出 这个就可以引入到三架摩托系列 最后一架摩托 最后一架摩托太难了 我觉得最后一架摩托 我要给他足够的respect 这三人啊 三架摩托全是会整音乐的 山本博斯还会唱能剧呢 他弹点钢琴特别空灵 Yamamoto他就像个战士嘛 所以他是搞Hard Rock的 就经常搞点地下音乐啊 出演专辑 最后一个压根就是做音乐 电影配乐啊 声音的实验啊 太丰富了 早前也是先锋 YMO的电子的东西 现在听还先锋呢 对摩托的认知 我如果放到十年前 我肯定就并不觉得 他是什么太好的摩托 十年之后我发现 这些老摩托 真的是在各个领域开在最前线 你会觉得很感动 因为他们就在自己的专业里边 做出了对人类进步有推进的作用 或者说对你这个心智的开启 有很大的帮助的动作